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比特幣暴跌 我好後悔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 比特幣暴跌 我好後悔這個心態 那我們一開始先來看一下昨天的走勢 昨天比特幣是在短短的不到一個小時 大概是30分鐘左右 就暴跌了10% 從44,000左右跌到了4萬左右 在這樣的暴跌之後 就有一些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Derry你不是說 43,000到45,000這段區間要套利一些嗎 但是我沒有套利 好後悔 比特幣跌回了4萬 如果套利的話 我部分的倉位就可以躲過這次10%的回調 今天的主題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好後悔這個心態 我要在這邊告訴大家 在投資市場裡面 你隨時隨地都在後悔 就是我們身為一個投資者 在投資市場當中 永遠都會面臨這種 感覺到後悔的情緒 這個要怎麼說 我們就可以說比特幣三輪牛市高點的時候 69,000多 我相信看我的觀眾朋友 應該有某些觀眾 是在那時候就在這個市場裡面 當時從69,000一路跌到15,000多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說 如果我在69,000的時候套利就好 當時很後悔沒有套利 導致我倉位損失的77%等等 相對的 你也可以在低點的時候 15,000多的地方 你也可以說 當時比特幣15,000多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all in進去買 為什麼我不把所有身家都all in在市場裡面 然後現在已經得到150%的收益 好後悔當初沒有在15,000多的時候 all in進去超低 這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不管這個市場怎麼走 總是會讓我們感到後悔 這個要怎麼說 就假如說你今天你在這個69,000的時候 假如說你真的在那時候全部清空了 但是市場繼續往上走 最後漲到10萬的話 你會不會後悔說 為什麼你要在69,000清倉 為什麼不在10萬清倉對吧 那又或是這個在15,000塊這個低點的時候 你可能會說 我當時15,000應該要整個全部生家賣房子 全部進去all in 那到現在就有150%的收益了 但是當時是沒有人知道15,000塊會不會是這個底部 那如果你在15,000塊這個地方 全部all in 生家賣房子 然後進去超低比特幣 那他最後如果跌到12,000 跌到1萬 跌到8,000的話 你會不會後悔說 當時為什麼我要在15,000多all in 比特幣呢 為什麼不在8,000多all in 那在這邊的一個共同通病 就是大家都在覺得說 這個過去已經走出來這個歷史 就是你看到他的走勢之後 你在這邊做事後諸葛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但是事實就是 不管比特幣在6萬9,000塊 或者在15,000多的時候 都沒有人會知道他會怎麼走 也不會有人知道說 6萬9,000塊就是當時的頂部 那在這個比特幣15,000多的時候 也不知道當時就是比特幣的底部 所以在投資市場裡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永遠保持一個健康的現金倉位 這樣子的話呢 才有辦法避免這些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可能發生的走勢 那在昨天的留言區裡面 有一個觀眾朋友問我說 Derek為什麼你一定要這麼執意的 保留30%的現金在身上呢 為什麼你不進去all in 在這個市場裡面呢 那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在投資市場裡面要走得久 其實這個買在低點 跟賣在這個最高點的這件事情呢 其實並不是這麼重要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只是這個在相對的低點DCA買入 然後在相對有可能的高點DCA套利 這樣的話在投資市場裡面 每一輪這個牛熊轉變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變得越來越有錢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比的不是誰買在這個最低點 誰賣在最高點 而是誰可以在投資市場裡面待得越久 通常都是獲利最多的人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 陳述我一個心態的觀念 就是說在投資的市場裡面 任何的決定呢 都會是讓你這個非常非常後悔的決定 那你可能會說 Derek那這樣子的話呢 聽起來不太妙啊 這個不管是高位的時候 這個全部套利 或者是這個沒有套利 那或者是低位的時候 全部all in 或者是沒有all in 好像聽起來都會後悔喔 那的確這個就是事實沒有錯啊 因為在任何的投資市場裡面呢 我們最常遇到呢 就是這個後悔的這樣的感覺啊 但今天我教大家用一個我自己的方式吧 就是我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非常非常樂觀的人 就是在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我都是以樂觀的想法去看待這件事情喔 所以剛剛以上跟大家講的幾個情況 那不管是高位套利 或者是低位抄底 大家都會在這個決定上後悔喔 就你會覺得說這個市場 開始反彈之後 你買的不夠 那又或是你會覺得說 all in之後然後市場繼續跌 你會很痛苦 但是我要在這邊跟大家說的是呢 就是長時間以來 如果你可以在投資市場裡面 是一個獲利者的話 那這個獲利 從底部到現在的位置可能漲150% 我們或許只獲利了110%或120% 甚至80% 但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喔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這個目光呢 放在這個比較正面的地方 就是把目光看到一些你做的對的決定 而不要想說從底部到現在漲150% 你就要賺到150% 因為真正賺到150%的人呢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大部分的這個很厲害的投資者 跟獲利者呢 他們也都是賺這個80% 100% 110% 就已經非常非常好了喔 那至於這個高位套利的道理也是一樣喔 今天你如果可以在這個高位變賣你的資產 然後你在這個投資上 你是賺錢的話呢 你就注重於這個你賺錢這個部分喔 而不要想說他繼續往上漲的話 我可以多賺個10% 多賺個50% 多賺個80% 因為在投資市場裡面很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永遠不能貪喔 如果今天你貪的話呢 在投資市場裡面大概率 你就會成為這90%賠錢的韭菜囉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昨天比特幣的走勢吧 昨天比特幣是在短短的30分鐘呢 就跌去了10% 從44000跌到這個4萬左右喔 後來是有小小反彈 但是現在又是持續的再往下跌喔 那這個日線呢 是從昨天收週線之後開啟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這一週呢 一開就是跌了一個10%的大陰線 但是我們從這個38000這個點位突破的時候呢 我當時就有畫出這條白線跟大家說呢 這個突破之後回來回踩這個原本很大的阻力位 確定它成為支撐之後往上走 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信號 然後那時候我也有跟大家說 這個有可能漲到4萬回來回踩38000 也有可能漲到更高的位置 再回來測試38000這個地方 但是我陳述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回來測試38000 確定38000變成支撐 再往上漲的話呢 對比特幣長期的走勢來說呢 是會比較健康的一個信號 那現在這個比特幣是處於4萬多一點點啦 那昨天我有發一個這個社群的貼文 跟大家說這個我昨天在吃飯 然後也沒想到這個比特幣會瘋狂的 在這個30分鐘內就跌這麼多 所以我是沒有設限單做準備的 但是這件事情呢 在今天立馬就改變了 就在昨天這個暴跌之後呢 我馬上就把全部的限單都設好了 那我這個限單分別設的是 41000 40500 40000 然後39500 39000 38500 38000 那在3800這邊呢 這個購買的力道是比較強一點的 其他每跌500這個DCA利路呢 大概都是1000美金 但是在38000這裡呢 我是設3000美金喔 因為我認為38000這裡 會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支撐啊 那到目前為止呢 這些都還是open order 就還沒有被fill 唯一一個被fill 就是成功交易到的呢 就是41000塊的這個地方 因為比特幣現在已經跌穿41000了嘛 所以目前是只收到 還有一單啦 那至於會不會這個跌到38000的位置 讓我設的這些限單都可以買到 就值得我們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喔 那如果你是滿倉 然後有聽我的話 在這個43000 45000區間 這個DCA一些套利的話呢 現在你就變成是有額外的現金 可以去take advantage 這一次這個10%的回調喔 OK 那我們開始看訊息問吧 第一個訊息問要跟他聊的是 美聯儲的這個FOMC會議 他的這個ARTS 就是一些紀律喔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這個12月13號這一次美聯儲會議呢 大概率是不會加息喔 這個不加息的比例高達98.4% 加息25個基點只有小小的1.6% 所以大概率呢 這個不加息是板上定定的事情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不是這個部分 我要跟大家聊的是這個 什麼時候開始降息這件事情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下一次在這個1月31號的時候呢 這個不加息的幾率就有4.4% 但是降息的幾率就已經升到了4.1%了 那如果我們去這個3月的話呢 就更誇張喔 這個不加息是57.2% 但是已經有高達40.2%了 是預估明年3月就會開始降息25個基點了 那如果我們看5月的話呢 5月呢現在已經這個不加息是27% 那這個降息25個基點是已經高達50% 然後降息50個基點已經高達22%了 所以現在市場預估呢 這個美聯儲最快會在5月的時候呢 就降息喔 因為從這張表就可以看到 5月降息的幾率是高達75% 那其中是50%是會降25個基點 22%會降這個50個基點喔 那這件事情呢 是好是壞就要交給大家自己去評估喔 因為任何時候 如果美聯儲開始降息的時候呢 一般都是經濟開始進入到衰退了 那經濟衰退的話呢 我個人認為啦 對美股的三大股子呢 會有很大的影響喔 因為今天如果你是一個營運公司 上市上櫃公司 如果今天經濟不好的話呢 你賣的產品跟服務一定會變少 相對的就會影響到你的財報 導致這些公司的估值呢 會下降喔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比特幣呢 就是我相信是大家比較關注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經濟衰退 對比特幣而言呢 是比較不會有影響的喔 那至於到時候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到底會不會進入到衰退 衰退之後多快開始降息 這些東西都是指著我們這個 明年繼續關注下去的事喔 下個要帶大家看 是加密貨幣市場的爆倉圖啊 那關於這個加密貨幣的 這個時不時都會帶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過去一天裡面呢 這個爆倉的量啊 超過了4億美金喔 那其中3.6億呢 是來自做多的倉位 其中4200萬呢 是來自做空的倉位喔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短短24小時內呢 就有高達4億美金的這個資金呢 在交易市場裡面被爆倉喔 那這也是我在我節目當中 持續告訴大家的 這個身為散戶呢 做DCA的長期投資 是在這個投資市場裡面 最有機會賺錢的一種方式啊 那如果今天你還是這個 執意玩合約 執意上槓桿的話呢 那這4億美金呢 我相信某些部分呢 應該就是由你去捐贈出去的喔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要做交易的話 是沒有任何問題喔 但是絕對不要做這種上槓桿的交易 因為上槓桿的交易 一旦爆倉的話呢 這些錢就是永遠都拿不回來囉 下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的是 Coinbase MicroStrategy 還有Marathon的股票呢 都在今天是大跌了5-10%喔 因為比特幣這個跌穿了 4萬2這個位置嘛 那關於這件事情 其實一點都不感到意外啊 因為我曾經多次跟大家說 不管是MicroStrategy也好啊 或者是這個Coinbase也好 或者是Mara也好啊 那這些加密貨幣相關的股票呢 他們其實都有點像是這個 比特幣上槓桿的這個股票喔 就是說比特幣今天跌了5% 這些股票可能就會跌10% 那相對比特幣漲5%的時候呢 這些股票也有可能會漲10%喔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些加密貨幣相關的股票呢 看成一個上槓桿的比特幣吧 那如果今天你是住在一個地方 沒有辦法直接購買比特幣的話呢 購買這些股票呢 同樣是可以給你享有一些這個加密貨幣 還有比特幣市場的exposure喔 下一個新聞要跟大家聊的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新聞啊 但是很少人關注到這一點喔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Google上面的這個advertisement 就是Google上面的廣告啊 自從2022年這個FTS事件爆發之後呢 他們就禁止了這個加密貨幣相關的公司呢 在Google上面做廣告喔 但這些事情呢 在今天得到了改變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2024年的1月29號之後呢 這個加密貨幣相關公司呢 又可以在Google上面放廣告了 那在Google上面放廣告 相對的就等於在YouTube上也能放廣告 那這代表的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2024年會發生什麼事吧 2024年的4月呢就是比特幣的減半 2024年的1月呢 很有可能就是比特幣先貨ETF被通過的時刻 那在這邊呢 2024年的1月29號 谷歌要重新開啟對於加密貨幣公司相關的廣告 那大家不覺得這個很巧嗎 為什麼Google會選擇在2024年的1月 重新開啟加密貨幣相關的廣告呢 它是受貝萊德的影響嗎 是受Fidelity的影響嗎 是受這些美國資本爸爸們的影響嗎 這個就交給大家自己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巧 這個一進到熊市之後 這個谷歌就禁止加密貨幣公司的廣告 然後現在市場回暖了 比特幣馬上就要減半了 這個所有比特幣現貨ETF都要準備通過的時候呢 Google又再次開啟加密貨幣相關廣告的這個option 大家會不會覺得實在是有點太巧合了呢 下一個要大家看的是比特幣前十的這個rich list 就是擁有最多比特幣的前十個人或者是公司啊 那第一名呢就是Satoshi Nakamoto 它擁有這個1.1 million就是110萬的比特幣 那這個Satoshi Nakamoto的比特幣呢 我個人認為啊這輩子我們都可能看不到它使用了 那這個第二名呢是币安擁有643546顆比特幣 第三名是grayscale灰度627779顆比特幣 第四名呢是美國政府持有27189顆比特幣 第五名mongax20萬 befinex19萬多 然後第七名是中國政府 他們擁有194000顆比特幣 第八名microStrategy152800顆比特幣 第九名是block.114萬顆比特幣 第十名是Robinhood118300顆比特幣 那在這邊給大家看這個圖的主要用意呢 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第四名的美國政府 持有20萬多的比特幣 然後第二個是第七名的中國政府 持有19萬多顆的比特幣 那在這邊很明顯看到一個狀態呢 這個美國跟中國呢是在這個比特幣的這個持有量上呢 也是形成了一個在競爭的關係 那不管是美國政府也好 或者是中國政府也好 這兩個國家呢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 那他們都持有著這個前時持倉的比特幣喔 所以你說比特幣在未來當中 這個美國政府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嗎 中國政府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嗎 我是不相信喔 那你看完這個圖之後 會不會讓你有點茅澀頓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跟我分享 你看到這件事情的想法 下一個訊息要跟大家聊的是 台灣的中央銀行呢 他們對於CBDC就是這個 政府發行的加密貨幣呢 已經做過了這個詳細的調查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細節喔 在台灣中央銀行的Depitude Governor 他的名字叫做Chu Mei Li 那他表示說呢 他們已經花了足夠的時間呢 去了解CBDC是如何運營的 以及在為未來在台灣這個地方 推行CBDC做準備喔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細節啊 那他表示說呢 這個CBDC啊 有可能可以變成這個 取代傳統金融產業的一個東西喔 那這個我們都知道 現在所有的東西呢 都已經走向這個資產虛擬化了嘛 所以他認為在未來台灣的財經發展上呢 CBDC也有可能成為很重要的一環喔 但是同時呢 他提到說這個CBDC有可能會製造一些 金融的動盪跟這個不確定性啊 以及在對於客戶的使用上呢 這個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喔 然後另外最後一點呢 就是這個反洗錢法呢 這個如果透過CBDC的話呢 也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喔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這個台灣中央銀行的這個Depitude Director呢 也對於CBDC或者加密貨幣發表一些他自己的言論喔 因為在我們頻道當中 這個超過一半的觀眾都是來自台灣的喔 很多在台灣的觀眾朋友呢 都有跟我講過 在台灣加密貨幣的發展 還是非常非常的緩慢喔 那跟這個歐美國家或者是南韓相比呢 還是慢非常非常多啊 但今天至少可以看到 中央銀行的這個Depitude Director 依然是有在研究CBDC這個東西上面喔 雖然說CBDC跟傳統的加密貨幣跟區塊鏈技術呢 還是有不同的地方 但至少在這邊可以確定一件事情呢 是台灣的中央銀行呢 對於CBDC或者加密貨幣技術呢 都是有花時間在研究喔 所以這個變相來說呢 應該也是一個好消息吧 今天最後的新聞跟大家聊的是 南韓呢 他們即將推行更多關於加密貨幣的保護法 那怎麼說呢 我們都知道在南韓呢 加密貨幣的交易跟投資呢 是非常非常瘋狂的喔 但是今天這個南韓的FSC啊 就有點像是他們這個SEC類似的機構吧 表示說呢 他們會對於加密貨幣板塊還有區塊鏈這個板塊呢 進行更多的監管 然後以此來保護這個南韓自己的投資者喔 那這個法案的名字叫做Virtual Asset User Protection Act 這個法案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被通過的 那在明年2024年的7月19號呢 就會正式上線喔 那它主要呢 是對一些加密貨幣這個交易所的監管啊 還有就是加密貨幣相關公司呢 他們都是要遵循一些法規喔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他們就可以保護在南韓的加密貨幣投資者喔 那當然這個不可能說是100%的保護吧 但是透過一個有透明性的加密貨幣監管制度 跟法案呢 應該是可以大量的減低加密貨幣上面的詐騙案件喔 那這件事情我相信只是一開始的投機部吧 那在未來的這個世界當中 不管是南韓台灣或者是這個歐美地區 或者中國大陸呢 我相信對於加密貨幣監管呢 應該都是會做的越來越好 因為所有的科技產業這個一開始的時候呢 大家在不了解它的時候呢 都不知道該怎麼去監管喔 但我相信在接下來的這個三到四年 或者說接下來一兩年這個大牛市的時候呢 政府單位應該會對於監管這個上面呢 付出更大的努力喔 那希望這個加密貨幣可以在2030年 成為一個全世界大家都在用的東西跟科技喔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掰掰 我們來 bombard訂閱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看看